2月18日的早上,天氣很好 很喜歡有太陽,但又不會太熱 在這個比較清淨的位置出發 都要看清楚有沒有行人警覺 離開停車場,之後左轉 前面會是一個讓路位 看清楚有沒有車來 如果沒有,直接駛出便可以 前面位才用的一個硬漢尾箱 看上去挺有型和實正 令我想起以前小時候打RPG遊戲 會一路走一路見到寶箱 又要打開或打破它 一看就會有這種感覺 回憶都湧出來 賣站時看到有大車和這麼多雜物 真是擔心會失去出入口 幸好還有一條山路讓我走一步 計算我有多少輛熱輪 我還在數一輛 是有四輛 有一輛殺了上來 找食車是會進取一點 這一點我很明白 但都希望他們每一天 這麼多時間在馬路上 可以小心一點,減少交通意外 又是只有我們兩輛車拍在這裏 這裏人少少而且乾淨其利 每晚拍好車之後 拿一本電子書 在長椅上看看書 都是人生的樂事 為何會在座底拿出一部iPhone 這部是一部比較少用的iPhone 6s Plus 自從上次被人偷了的車套 疑心非常之重 所以就用這部舊iPhone 作為一個GPS tracker 記錄我車的位置 就是利用了iPhone本身的賣風功能 只要這輛車離開了現在的位置 我另一部iPhone就會收到通知了 這裏是江貝街的骨位 還記得當日拿完車 第一輛車就是拍在這裏 不過就不是經常有位拍 所以之後我都改了拍其他位 剛才看到還有半個位 應該都夠拍一輛車的 前面有一輛汽車 但吸引了我目光的 反而是路邊的阿叔 站在馬路上這個位置 好像有點牙煙 給我就一定不夠膽 可能就是賺食艱難 就算環境惡劣也要頂眼上 很慶幸自己工作的環境也挺安全的 左轉進去就是大名鼎鼎的牛皮沙街 在沙田考車的朋友一定有印象 這個位置要何時咳去旁邊 以前都研究了很久 時間錯了應該都會獲得一個小踢 誰似得現在這麼自由自在 說咳過去就咳過去 左線的汽車挺慘 地下看起來已經很濕 前面還有四個行人走 這個位置我看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為何突然會有這麼多行人走 又不是行人路有問題走不到 真的難為了這位私底 搞到他要歸速地行駛 這段仍然是考試路線的一部分 叫做插圍幹界 平日早上這條直路都沒有車 但到了晚上便會停止死車 為何會知道 因為通常我們晚上才練車 久而久之 對這條路的日與夜都多了些認識 說實話前面那盞紅燈每三次都會變成我一次 見到他自然想減速 但我要左轉 是要再看後面那盞燈才對 難怪這位置經常出事 看來就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 又拿了一部舊iPhone出來檢測一下 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想控制住他的用電量 我只開了4G 關了更新和背景更新 估計可以待機六天左右 其實除了賣風 都可以用Google Max去分享位置 不過如果車離開原來的位置 Google便不會有通知 經常遇到的熟客仔 他都是附近的鄰居 通常我走的時候 就會見到他和兩隻小狗仔散步 場面都幾溫馨 星期日的下午1點半 打算入沙田靜街 但這個位置已經見到很失車 是比平時失得更加厲害 所以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串完那個靈彎 謎底終於解開了 原來這個時間有警察在抄牌 難怪那些輪胎都雞飛舊走 如果這個時間我駛傷行人路 泊車都不方便有好下場 目前我是要用舊iPhone做GPS tracker 至於用來接收通知的 就是我手上這部iPhone 12 mini 這部手機的電量不足夠 試過用來剪360的影片 一會就沒有電了 現在就等於Apple之後出的AirTabs 有了它就應該不用長期把舊iPhone放在洩底 也不用兩部iPhone那麼準確 左邊是難得可以拍下電單車的停車場 3元可以拍半個小時 其實都挺划算 它對面是沙田第一城 裡面就很積極鎖車 所以就不會拍二輪在裡面 這邊是石門 來了這個位這麼多次 現在才留意到它叫安牧街 過來這邊通常為了吃早餐或者午餐 有一間茶餐廳我就光顧開 今天特地過來就是看看它有什麼變化 原來真的有東西不同了 就是收銀位完全移到另一邊 工業區的風景別有一番味道 街道一般都是沒什麼人 見到貨車更多個人 一看大廈的外形 就知道它們是很卡式的工業大廈 坦白說前面那輛KA字頭的車是有些進取 它白線之前就剪線 搞到我要收一收油 本身我打算踩油直去 香港就出名地小人多 很多問題都是關土地供應不足事 好似今次埋站 那條路就真的沒什麼位了 不過師傅就非常合作 站定定留點位給我的車通過 希望我沒有阻礙到它 最後就看我拿著兩部iPhone有多準 不要忘記我的褲袋還有一部Samsung 搞搞一下後面有一隻生物亂入 這麼有愛心的我當然會跟它打招呼 誰知這隻臭狗就這麼有性格 真是越叫越走 想跟它玩一下都不行 看完四天加起來的馬路highlight 馬路上都幾多有趣的東西 有時候看回車鏡片都幾開心 今集就先聊到這裡 多謝收看 總結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